前一阵子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收到两件民间的捐赠 一个很早就在台江地区开垦的大家族 把祖先珍藏的文书 托付给他们信任的博物馆 另一位既往博物馆修复能力的民众 捐出了很可能是存世古本的老地图 两张纸都清洗着台湾人绅士的故事 不过要是再晚一点 他们很可能就会粉身碎骨 人们必须赶快和他们烈化的速度赛跑 抢先一步进行解读和修复 这是一份开垦土地的执照 它证实了开垦的法理基础和秩序 这门翻转以前一些历史课本的内容 但是它紧贴的木板和胶带却在失酸 持续伤害古老的纸张 修复师们根据他的烈化情形 拟定了修复计划 再根据现场的状况 移除胶带 背板和托纸 中止酸害 清理掉上面的折痕 霉斑 虫柱和脏污 而这张绝板仅存的地图 严重地残破脱落 也有几个不同时期的修补痕迹 修复师们把脱落的残片 一一收损进夹链袋里 修复师再拼贴回去 而且还对残片做了细枝的检测 深化对修复和研究的帮助 修复的过程 连结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各项专业 从相同的使命坎出发 保存和恢复我们的共同记忆 两件纸直的文物 影响着我们观看本土和世界的方式 我们还要再把它们 送到以后的人们手中典藏 让这些记忆流传下去 请不订阅我们的另一位 请不订阅我们的民主 学生 记忆 有一个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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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识 你 有一个记忆 有一个记忆